圣马豆腐 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至三十节 耶稣说 父啊天地的主宰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 而启示给小孩子 除了父之外 没有人认识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 也没有人认识父 口与心有多么远 心与主就有多么近 借着耶稣的启示 我们认识了父 可以从心里发出 我们的天父 如果没有耶稣的启示 我们无法想象 原来我们还可以与天父 有如此近的距离 他就在我们心中 时刻看顾着我们的一切 私言行为 当我们高兴时 他与我们一同欢乐 当我们痛苦时 他与我们一同难过 天父与我们同在生活里 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当我们发自内心呼喊天父时 心灵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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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亲近他 弟兄姐妹们 如果您在主前 保持着一颗 纯真的心 您将不会是 遗失在角落里的 弱小者 如果您有一颗 纯真的心 您不会被 孤立在人际交往中 如果您有一颗 纯真的心 您的生活状态 不会是空虚的 漫无意义 您若拥有一颗 纯真的心 口中将发出 爱的言辞 您的生活 会越来越真实 人际关系 会越来越友好 因为您 与天父很近 就在咫尺之间 他的爱 平安 喜乐 将永远 充满你的心 耶稣又说 翻劳苦和负重担的 你们都到我面前来 我要使你们安息 我的恶是柔和的 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无论您 无论您在从事什么工作 您都可以在耶稣内 或向平静于安宁 因为当您把所有的付出 都交托在他内时 一切都有了意义和价值 您愿意交付给他 说明您相信他 您相信他 就能感受到他的爱 他的爱 能融化一切 特别是生活中的 不公平 不正义 不平等 这一切 都将在他内 成为公平的 正义的 平等的 因为他要赐给您 真正需要的 和超乎您想象的 您将成为真正独一无二的 又是他所爱的 因为他离你很近 面对现实的生活环境 您还保持着一颗 纯真的心吗 还能在别人身上 看到内心的安宁和喜乐吗 当我们的身边 充斥着套路 谎言和欺骗时 您还会选择 为他保持一颗 纯真的心吗 还愿意 把一切交付给他吗 主耶稣 我们的软弱 背叛 无奈 您都深知 面对这复杂的生活环境 求你力量我们的心 使我们在你内 找到灵魂的安息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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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